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,人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,现在人们已经不像过去一样,只满足于温饱问题了。 都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,而休闲娱乐成为了人们的辛丑,大多数人都喜欢出国游玩,距离较近的泰国成为了人们的最佳选择,泰国是非常受人们喜爱的旅游圣地,独特的景色和各样的水果美食,成为了人们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。 很多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时,都被导游告诉这样一个问题,那就是在泰国住宿时,如果游女子敲门,千万不要开,不然你会后悔的,可能很多人都会百思不得其解。 这是为什么呢?原来是因为中国游客在外旅游时出手非常大方,很多泰国女子就会抓住这个机会,在晚上敲门推销水果,但其实这些水果的价格是市面上的好几倍。 但很多游客不知道,就会买一些当时水果尝尝先,后来被导游告知价格后就会很后悔,虽然出去旅游是不太在乎价格的,但也不能随便当冤大头,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哦,小伙伴们遇到过这样的事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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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